喂 那个美丽啊 这里我们家太近 我找个信号不好的地方跟你说啊 喂 我怎么听到像你大姐夫回来了呢 喂 美丽吗 啊 你到沈阳了 哦 你要约我见个面去宾馆呢 喂 美丽啊 喂 美丽 喂 美丽 美丽 这信号也太不美丽了 爸爸 你说得太对了 我大姐夫确实跟那个王美丽没有联系 她要有联系我都不是人 她来打电话呢 我回来了 爸好 媳妇好 二明好 大姐夫 接电话呀 不姐 现在是休息时间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红火嘛 舌头怎么还大了呢 吃饭嘛 来 大姐 吃饭吃饭 哎呀 哪个是我的 好好好 真不错 高粒米水饭 吃饭嘛 钢子 接电话呀 不姐 生活是红火嘛 那个 爸 这样吧 你等一会儿 我做一个我拿手的饭 我做一个高粒米水饭 咱们吃的就是高粒米水饭 在做就红了 我拍个黄瓜 别拍黄瓜了 拍个王美丽吧 太残忍了吧 那就来个王美丽刺身 同意 我整个腊根去 你给我整个腊根去 张文文 过来 干啥呀 站好了 黎正 手机我搁来 紧张啥呀 你给我说 刚才 谁给你打电话 刚才 刚才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还普通的朋友 咋的 掉紧里了 舌头都直了 还讲 一听就是前女人 爸 爸 我解释 不是 你们什么毛病啊 前女友怎么了 前女友就不许 再联系联系了 只要是正当的 没有毛病 对不对 刚才 你地为人 爸心里有数 你不用害怕 刚才那个电话 是谁给你来的 你就直接告诉他们 谁 听见没 没有 你大点声 这回听见了吧 没有 你大点声 哎呀妈 把我这耳朵震的 爸 你这就是替我大姐夫褶呢 哎呀 我褶什么褶呢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那王美丽现在早就嫁人生孩子了 没有 她现在还是单身 吃饭 哎呀 哎呀 我都听明白了 那个有可能是王美丽打错电话了 她不是给我大姐夫打的呢 没有 专门给我打的 吃饭 就算是给你大姐夫打的 也不一定是约她见面 对 她约我上宾馆 她是约我上宾馆 她是约我上宾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